哈喽大家好,看了喜度Failbook Max的开箱视频是不是被其外观和功能深深吸引了? 今天我再带领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性能使用 我们要对它做一个深度的测评 首先是对这部电脑进行拆机 打开拓展槽里面的128G SSD卡 128G以上的容量使你电脑的系统分区、游戏分区可以更合理的分配 提高系统性能 打开机子的后盖可以看到电池的参数 电压为7.6V,容量为5000毫安 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续航时间可达到5个小时左右 右上方是蓝色的导热垫 导热垫下方则是处理器、电脑主板以及一些其他配件 电脑的主板做得很小 这估计是为了合理利用内部的空间 处理器搭载的是英特尔的Go3355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是英特尔CPU入门级性价比最好的 它的整体功耗较低 主频率达到了2.7赫兹 家用办公室完全没有问题的 下面是进行测试它的开机时间 准备好计时器 接着按下开机键开始测试 开机速度测试结果为40到45秒之间 电脑的开机速度是由操作系统、硬件、启动、加载项等方面决定的 你想电脑开机速度更快 可以把多余的开机启动向关闭 接下来是对电脑硬盘的测试 数据显示硬盘的读写速度为230左右 说明这个硬盘写入的速度是非常不错的 玩游戏时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呢 我们选择了一款对显卡有一定要求的游戏进行测试 可以发现它的游戏读取速度不错 很快就进入了游戏界面 游戏刚开始的画面帧数为50左右 在玩了15分钟之后 它的帧数会降到40多 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所有电脑玩游戏一段时间都会发热导致画面帧数下降 测试证明这部电脑对于一些轻度游戏的运行是完全无压力的 画面帧数稳定带45帧左右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玩起来是不会觉得卡顿的 在播放4K视频的测试中 它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 可以发现电脑屏幕素质做得不错 播放图中不会有卡顿的现象 而且它的色彩还原度很高 触控屏的反应也很不错 不会有那种按下去触控不灵敏的情况 而且触控屏的响应时间为30秒 这反应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总的来说 这部电脑在几百美金的价位上 性价比是很高的 它的屏幕做得很不错 1920x1080的分辨率 并且支持实践触控 其他功能在测试中表现得也很不错 是一部值得入手的笔记本 想看更多的测评视频 欢迎你关注我 拜拜